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柠檬、蒜头、橄榄油 但不要以为主角是鸡肉 主角是酱汁 因为这个酱汁是传统西班牙式的酱汁 你试过就会知道为何这个酱汁才是主角 首先我们将鸡腿起肉 起肉后切成一粒粒 让它变成串烧的形状 其实鸡腿起肉很简单 沿着骨一边切下去 然后我们再将鸡肉切成一块 每一块都是大约一寸大小 这个切的同时顺手又可以摸一下里面有没有很硬的筋 或者一些很硬的骨 其实如果你不用鸡腿肉的话 你用鸡胸肉一样都可以的 但是当然鸡胸肉的好处就是整块鸡肉 但是其实它的不好处它的质地又会粗一点 虽然不是很健康 我保留了鸡皮在这里 但是当烤起来的时候 又埋起鸡皮就会香很多 全部都切成一块块了 然后我们可以放在碟里 我们加少许盐 然后少许五香粉去腌一腌它 当然你腌鸡肉这个过程 你可以用任何你喜欢的调味料都可以的 你可以用豉油 你可以用酒 你可以用五香粉 我们腌鸡腿 我还会加上蒜蓉和柠檬汁 加少许柠檬汁 加少许柠檬汁 还有将一些蒜头 放在一起腌它 稍后我们串销的时候 我们会这样串销一起的 如果你家里有铁的串销那些针 当然会环保一点 因为可以循环再用 但如果你没有的话 用这些粥都一样可以的 可不可以技巧 其实都是把它松松地串在一起 不要逼得它太实 因为中间那些 如果你逼得太实 中间的地方就永远熟不到 好了 好了 接着呢 穿好之后呢 我们在表面上掃一些油 令到它一间烤焗的时候呢 那个色泽就更加帥仔 那就可以入炉了 那看一下你那个烤炉 其实那个温度可以有多高 我这个烤炉呢 它就预设了这个烤烤呢 它就是300度的 那我们300度 其实我想大约焗它 10分钟 7至10分钟 其实已经可以了 一路焗的时候 我们一路看实它的样子 然后呢 我们就做个汁了 刚才已经切开了个柠檬了 那我们就要将这些蒜头 一反反去皮 其实将这些蒜头去皮 我自己就有个小秘技 好啊 我们将蒜头呢 一反反地分开它之后呢 然后呢 我们将它放入月饼罐里面 那你熬它一会儿 打开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 它很多这些皮 它已经是自己跳出来的了 其实你那个盒 那个盒里面呢 你装得不要太多 其实它就分出来的蒜头 它就会脱落得更加好 但是这些很肥的 因为不知道关不关事呢 不过就算它是 它现在好像没有掉下来 其实撕都已经掉下来 放进一个 磨叶的盒子里面 就加些 咸咸油 那就是用一个 Extra Virgin的咸咸油 那这个是可以生吃的 而且可以用来做汁 都是非常适合的 那我们大约放两汤匙 不用很多的 那我们继续一边磨 然后加少许盐调味 大约半茶匙 它最后会变成一个很滑 好像荷兰酱一样滑的状态 那这个就是西班牙式的蒜油 然后看到它的样子已经很奶油的状态 我们就再加少许檬汁 不用太多的 那个串烧都已经搞定了 这个就是那个串烧的状态 就这样就可以散碟了 就可以散碟了 然后就散碟了